昨天晚上 上海市中心的大部分区域都出现了明显的降雨 黄埔江水位持续上升 为了安全起见 外滩景观平台临时关闭 公安增派警力在一线为之秩序 入夜 深城街头的雨势越来越大 风力也较下午有明显增强 马路上车辆纷纷放慢速度 而行人们则加快脚步 抓紧时间回家 晚上七点左右 黄埔公安和外滩风景办启动应急预案 临时关闭降低观景平台 并在南京东路河南路以东开始广播提醒游客不要前往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每个观景平台上下出入口的地方 都有民警职守一一劝回游客 今天这边都封掉了 因为台风的关系上面不太安全 晚上灯也不开了 好的 谢谢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半 在工作人员的许可和陪同下 我们是来到了这片已经封闭的外滩观景平台 那么顺着我的手势往我身后看 可以明显看到黄埔江的水位是有明显的一个身高 一波接一波的浪拍打在这个防汛地墙上来势汹汹 从外滩望向浦东路加水方向 上海中心 金茂大厦等高楼的屋顶也一片朦胧 为安全起见 是绿绒部门9号和10号两天也关闭了全市的景观灯光 并提醒市民尽量不要出门前往 据黄埔公安介绍 和以往的周五同期相比 滞留在外滩区域的游客数量已大幅减少 从2万多人下降到5000多人 外滩治安派出所方面增加值班组备情 提前准备防汛物资 力保一线秩序 在我们这个江堤区域 我们也是增派了执行的警力 对这个人员进行了疏导 那么在这个台风来之前 我们和这个外滩风景办 已经事先进行了一个沟通 那么他们也会派一些 就是风景区的BSP特保 来和我们一同维护好 这个滨江区域的这个秩序 江堤这边只能派了30名的警力 所里面除了本来的值班人员之外 还安排了一部分的民警 在那个派出所内进行值班备手 记者洪焕泉报道